再來看到這個政府 決定未來新建部的 促進要經濟公電標準 只要是促進的面積三百平以上 就必須要將這個四到五成的公電方 但是如果有新春節日常的條件 不好的一種情形 就可以不用紅色 只要建部的促進有三百平以上 就將這個要將公電方 考慮說在這個屋頂上 他可能會有其他的一些設施要放 或者是說有一些可能污凸遮蔭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考慮就是說 讓他大概大約就是百分之五十的面積 因此了解 建部促進賓三百平以上 照擁容和效率 要將四三至五成的公電方 從不顧客 經濟安全的對象 包括大型 立法主體 商班和工廠 那如果一天才是十樓以下有電腿的大樓 沒有在六管的範圍來 另外有三大陸的對象 可以不用安全 包括一條的條件壞 紀念才是中高頂頂得屬性的建物 還有沒有到屬業主管機關 親身有軍事機關頂頂 他目前每千瓦更電設置成本是差不多六萬 那是設置五十千瓦 更想的成本是三百萬 那他目前發電的證刑 賣給台電二十年 每一道電賣四點五塊來推算 平均九年會回本 不過專家有不一樣的看法 以及更換費用全部都算進去 不要太容易 傾信業者所說的這個理想的回收的時間 專家人員說 以台灣北部來說 因為日照港所舊 對太陽聯發電比較不利 加上主體未接 保留安太陽聯邦 就要注意更害的問題 東南部雖然日照港所比較多 對太陽聯發電比較有利 不過空汙的問題也增加太陽聯邦 維修的成本 更電邦安好鎖後九年代的回本 強行是不太簡單 接下來 綜合報道